王者通靈 接著下來這一位 他可以跟王者 就等於是類似觀落音之類的就 歡迎Handy Handy你好 年資20年了 聽說你是通過那個 菩薩是嗎 對 是的 怎麼說… 就是在通靈的過程當中 請神佛菩薩帶領這個王者 到現場來然後溝通 做一些回答 然後家屬或者是意外死亡的 他會有一些沒有說完成 沒有解決的遺願 就當場幫他們做這種回答 你怎麼發現你可以做這件事的 什麼狀態底下 是從年輕的時候十幾歲 就會慢慢的 可以突然聽到第三度空間 會有人跟你講話 聽到聲音 對 後面就慢慢的 他會跟我講一些未發生的事情 但是一開始我是不太相信這種事情 就以為自己是瘋了吧 就會…就會慢慢的 他跟你講一件事情發生了 然後兩件事情發生了 三件事情又發生了 慢慢的就會說到底是真的嗎 就會去相信他這樣子 後來你就把自己 變成是一個專業就對了 對 我還以為你要說 後來就慢慢把自己 對 他有帶BP嗎 你有帶哨子 怎麼會有點像 有點像… 曹大哥的樣子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所以你現在等於 正是你的一個職業就對了 對 你也因為有這樣子的能力 你竟然可以幫助警方破案 好 來 這個破不破案 這個就很大了 對啊 有嗎 有發生過 發生在屏東 他那時候是有高屏橋 然後因為當時有兩個年輕人 在橋下他們是在試那個 非法槍械是改造槍械的 圖治首相 對 然後在橋下就是在試射 結果傷到自己 然後送醫院不敢講 然後就是警察去詢問的時候 他們是騙警察說 在某個地方某個路 莫名其妙的被開槍打到 對 但是那個警察就來詢問說 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樣 有人掛掉 沒有 就受傷 受傷而已 然後菩薩就跟他 很明確的跟他說 這個案子發生的地點是在 可能高屏橋下不是當初他講的 那一條路上 對 然後他回去再去做詢問 跟現場當地的居民有去問說 當天幾點…有沒有聽到槍聲 後面就是有破案這樣 就破案了 對 就承認說是自己的事實 事實上 就有太多案子破不了 都是問神 醫生會有不同的觀點 不過我只有講幾個例子 是無法解釋的 那麼像在這個美國曾經發生過 這個是新墨西哥州的警方的 御用通靈人 這位女士她的好朋友 就在新墨西哥州的 州際公路上面 她的兒子被人家開槍打死 這個時候 新墨西哥州的警方來調查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頭緒 也不知道連到底怎麼發生都不知道 最後一招了 就在這個沒辦法嘛 沒辦法 最後一招 然後她的媽媽就說 跟那位警官說 能不能麻煩你 我打通電話 你跟我朋友通一下電話 反正通一下電話沒有關係嘛 對 這個朋友就打給她這位靈媒 那時候她跟警方第一次接觸 還沒有合作過 對 然後她透過這個電話 跟這位警官說 她朋友的這個兒子 開車經過這個州際公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搭便車 男的長什麼樣子 大概是年輕人幾歲 跟他敘述了以後 他停下來了以後就讓他上車 上車開沒有多久了以後 他看到那個車子停下來了 這個男的開槍打死了他兒子 把他踹出去這樣子 車子是往哪個方向走 站在警方的立場 司馬當作火馬醫啊 五公里外的小鎮的庫林裡面 找到了他的車子 在這輛車子旁邊 兩公里外的一個 等於說類似我們的那種酒吧 找到了兇手破案了 敘述的就是跟他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聲明大噪了以後 連隔壁幾個州的人都來找他 也來找 警方也找他 其中有一位是 這個小姐事實上 她人到哪裡去不知道 但他們家認為她被殺了 看了以後 透過她了以後 她可以看出在 也是在幾公里外 幾公里外的一個水池 她人城市在那裡 她連續幫美國的警方 連續破了好幾起的大案件 而完全 她甚至於最後跟這個 新墨西哥州的警方說 明天你的部下 會開槍打中嫌犯的肚子 嫌犯會跑掉 但是你們會抓到他的 隔一天 他的手下真的 在逮捕一個毒販的時候 因為毒販開槍拒捕 他的手下真的 打中了那個毒販的肚子 如同敘述 可是跑掉了 跑掉了以後沒有找到人喔 來… 最後在醫院找到那個歹徒 他有碰過那個 就是託夢的這種的 靈異的 託夢這個是之前有一個 就在一個鄉下的產業道路 然後有一位女生 就是女師就躺在路中間 然後被經過的農夫發現 對 她已經臉都被車壓得面目全非 所以認不出來 認不出身分 身上也沒有證件 也沒有包包 我們驗屍的時候 依據法醫來看 法醫就說 這個體格還不錯 悔乎還八 二十歲 就說二十歲 年輕女生 對 是年輕女生 我們就一直是朝二十歲 這個年輕的女生的身分去找 沒有消息 都找不到 這個時候 因為有一些學長已經 大家為了這個案子 一個月都沒有回家 就是常常每天加班 已經忍不住了 就直接在殯儀館的驗屍 就說 你要是有什麼 有什麼冤屈 對 冤屈 你把託夢給我們 那時候我最年輕 你也託夢給這一位 跟他講一下 還介紹給你 對 還介紹 還不是自己 還說你託夢給他 這個長官對你還真照顧我 對…他說這個年輕心這樣 比較強 你順便樂透號碼告訴他 對 過了大概那三天 我就晚上也睡不太好 不知道是因為太忙或怎麼樣 結果晚上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就夢到 有一個中年的婦女 我不知道長相 但是我知道他是有年紀的人 對 進我的房間 但是沒有講話 可是你不記得他什麼臉 可是你知道他是中年婦女 不是年輕人 回去我們就是討論說 其實是不是身材很好 可是不一定 是不是其實年紀是比較大 到時候才這樣去找 其實死者身材真的 真的不錯 可是其實四十幾歲 但沒有生過小孩 然後他是職棒牽賭的主頭 然後跟人家欠錢他約在那邊 然後那一個人說回車上拿錢 就加速從後面把他撞死 好殘忍喔 台北市的現在一個 三線一星的分局長 我認識他 然後他當時在當刑事組長的時候 有一天他睡覺的時候 夏天喔 被凍醒… 他心裡想說奇怪 為什麼今天冷氣 因為那個空調是那個 中央空調 他想說為什麼開那麼冷 結果他凍醒了以後眼睛就打開 然後他瞄到 他的寢室裡面有一個女人 冰雪奇緣 不是長頭髮的 是短頭髮的 然後他心裡想 好你大大是誰敢進來我的寢室 後來在想 他後來在想 不對啊 我的寢室是鎖起來的 他還發現用眼光眼睛餘光 發現那個女孩子慢慢靠近他這邊 短頭髮 最後短頭髮的喔 短頭髮 然後穿一個白色但是是運動衣服 運動衣褲這樣 他沒有想太多 他發現那個女孩子坐在他床頭 為什麼 因為那個彈簧會有點醒來 他可以感覺那個女人坐下來 的重量感 對 這時候他突然間 他突然間就 人呢 不見了 他就跑到一樓去 問值班台說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那個組長 剛好有一個自殺的案件 一個女孩子自殺了 自殺 他想說自殺而已就不用通知 但是不要通知組長 因為不是他殺命案嘛 組長說 因為剛剛有那個事 不然我們去看一下現場好了 後來他去現場 還好他有去 然後後來請檢察官 率領法醫來到現場驗屍嘛 因為他上吊 那女孩子上吊 而且有遺書 而且筆跡還是那個女孩子的筆跡 然後他的同居人哭得嘻哗啦的 為什麼我們吵架 你就要這樣懸短幹嘛呢 然後法醫看了以後 沒有任何外力破壞他 又有遺書又什麼 結果打算用自殺結案 那個刑事組長 就把法醫拉到旁邊說 剛剛 他有夢到他 到我的房間裡面 坐在我的床邊 對 他是不是怪怪的 有冤屈 對 然後法醫一聽 就把檢察官抓出來說 檢察 我們刑事組長說有這麼一段 檢察官當然說 解剖 他一說解剖而已 那個同居人本來哭說 不要 他已經死了 你為什麼還要給他殺第二次呢 幹嘛這樣子 還好有解剖 各位 解剖完出來以後 馬上破案了 這個他殺命案 因為這個女孩子常常鬧自殺 所以之前鬧自殺的時候 寫下的遺書 自殺的人很少在上面寫一個 民國幾年幾月幾號 所以他的同居人把那個遺書留著 當作未來的 那一天他們吵架 吵架了以後 他把他給捏死了以後 就把他調上去故步遺症 立刻報案 你知道嗎 就這樣就要結了 要不是有那麼一段 然後他自己想到以後 又跟法醫講 法醫又跟檢察官講 然後又解剖 這個案子永遠時辰 但還不會破案 冥冥之中耶 聽說 鳳山什麼樂器行的事情 那個很有名 長幾年 他老婆跟小王嘛 是… 連手殺了他 當初一開始 他報這個案件的時候 我們到現場 其實沒什麼打鬥痕跡 很乾淨 然後死者就是手被綁住 頭都破掉了 整個浴缸裡都是血 然後旁邊的磁磚也破掉 好像用頭去撞磁磚 但是其他地方都很乾淨 主要是他老婆 他老婆說他也是被歹徒 闖進去制服 所以他也是沒有辦法反抗 他只看到歹徒一直打他老公 然後打到一半歹徒又灌他藥 他就睡著了 然後後來掙脫才報警 然後因為他就是有點楚楚可憐 我見有連 所以大家都沒有懷疑他覺得 好可憐喔 老公死掉 然後現場看起來很單純 就是那一個範圍 一直到我們在他們房間裡面 看來看去的時候 把床翻開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床上有一件這個 透明樣式滿好看的 這時候他就突然發現他老婆 就這樣衝過來 討厭 被你們看到了 就這樣又 你比較正常好不好 我們很認真在聽耶 怎麼突然變成這樣子啊 沒有 他就這樣 他在敘述 他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老婆會打死 他那個態度不對 對 他態度就不對 我們就覺得這不對了喔 我們才開始從一樓開始搜尋 然後在音樂教室 他們二 三樓是音樂教室 發現一支托把 是濕的 我們才在托把上面做那個血跡反應 發現托把上面都是有血跡反應 然後在各個教室 樓梯很多地方 都做出血跡反應 所以其實是等於是說 有在室內追打過後 他在清洗現場 清洗 對 後來就破了案嘛 這個案子還滿有名的 因為他就是很穩重 他連來我們這邊泡茶 坐在那邊的時候 你都不覺得他是犯人 曾經辦過一個案子 就在我們內湖 心無國小 心無國小有一個女老師被殺 怎麼樣我們都不會想到 是一個小孩子幹的 什麼感覺什麼 就在一個小孩子後來 後來這個案子我們全面查了 該查該做的 當然有很多細節我們就省略了 最後最重要就是 所有的證據 只剩下一枚非常小的指紋 你知道做案的時候有兩個人 一個15歲 一個11歲 結果在家裡面 因為小孩子很好奇就看A片 結果有一股衝動不知道怎麼辦 隔壁就是國小 天啊 就搬過牆就到國小裡面 然後晃晃晃晃 就看到老師在洗車 就這樣子 真的是運氣很不好 結果當時我們慢慢沒有想到 就是靠那一枚指紋 那一枚指紋的人 主人長大了 結果長大以後他本性不改 又犯了一個 疑似性侵的案子 結果指紋檔案建黨了 建黨以後一比出來 天啊 剛開始他也認為說不可能破案 反正也就是說 反正就是他還是生活造就 還是怎麼樣 不可能破案 結果這個案子就是八年之後 23歲 就是那麼巧 是不是學校停車場 法王揮揮 對 學校地下停車場 這個案子很有名啊 對 這個那時候這個仁和哥也有 那時候他也有去處理這個案子 真的喔 你每天都有你耶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 我們當時完全都沒有頭緒 也不曉得這個女老師 跟什麼人有過節 一般的命案就是三個字 情 財 仇 對 那找不到這三個要件啊 我們中國人很相信鬼神 所以我們的前輩 就去問了幾座神壇 師父很鎮定 跟我的學長講 頭七 那個兇手會回來燒紙錢 那我們一天到這個線索 那時候死馬當活馬一 我們單位就布現 有的人當作情侶 有的人當清潔夫 有的人躲在車上 你又不能開動 不能開冷氣啊 戴夾碼 學長跟學弟 不能開冷氣啊 因為你車子不能怠速啊 對… 通通關在車子裡面躲啊 沒空氣的時候 床物搖下來一下子 11點就開始部署了 到了5點 被蚊子搖了好幾十包 沒有來 沒有來 全部的人就一把火 就罵那個學長 你真的哪來的消息 胡說八道 然後學長很沒面子 打電話去問他那個神 那個神壇的那個師父 他師父又很冷靜跟他講 我跟你講的 你算的是虛七天 又滿七天了 所以今天才是滿七天 夠來 晚上又去一次 又一次就對了 我們一群人轉換手了 七七四十九天 第二天 第二天去 離開刑事局 已經變釋迦摩尼佛 被搖滿包了 這個受害者的父親 我們應該都認識 我們現場六位都認識 對… 也是警戒的長官 是 對… 他從痛失愛女之後 他就一直把他的女兒的相片 放在他的辦公室後面 然後後面當天破案當天早上 八年後破案當天早上 他上班的時候突然間 破下來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心中很難過 他想說今天什麼日子 怎麼會 突然這樣 結果突然 然後馬上就接到電話 對 就說女兒案子破了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是 女兒來告訴他 對 來告訴他自己好看的消息 對… 台灣最悬的奇案 來… 這個案子非常非常有名 也是我來跑 我今年跑第二十二年嘛 碰國最靈異的 因為這個就是說 張敬華老師命案 在台北市是一個 或是在台灣司法史上 是第一件喔 到現在還沒發現屍體 可是兇手被判無期徒刑定驗 已經在服刑的人 對 台灣司法史上畢竟 他是神塞見識的 對 那我就簡單敘述 反正就是這個幼稚人老師 有一天就失蹤了 在他住處失蹤 好 失蹤了之後 他家人很久之後 沒看到他就報警 好啦 警方跟他的家人 就到他的住處去 一看 看起來整整齊齊 沒有像被侵入的痕跡 但是老師就是不見了 但是後面他們去 調查體寬卡紀錄 發覺被一個他的男… 曾經交往過的男朋友提走 前面提走 然後男生跑到大陸去 好 靈異事件發生了 後面這案子一直沒有頭緒 可是當天去了一個派出所遠景 現場帶家屬去了 因為晚上我在瑞安街派出所 因為地點就在瑞安街附近 瑞安街派出所 他就跟我說 小太 我剛剛看到一個老阿伯 在門外一直跟我招手 我跑出去看 總之都沒有人 沒有 他在坐值班台 然後他說他後面要進來 他又看到老阿伯走過來 將他招手 又跟他招手 他又跑出去 又沒看到人 後面他生氣了 他去掉錄影帶監視器看 但是就看他跑來跑去 對啊… 好 結果他當天晚上 他下勤務他馬上去睡覺 好啦 睡一個覺 他馬上做一個夢 夢到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跟他講說 他被人殺了 他的頭被丟在一個海邊 天啊 而且那女孩子畫了一張地圖給他 連街名喔 都有 項名全部都標註好 我的天啊 哪個海邊都標註好了 結果他就憑這個記憶 畫了一張地圖 跑去找當時的專案小組 大安分局行事主作 我不託夢 人家還給我畫地圖 沒有來找看看 跟著地圖走到了石門的海邊 台灣海邊何其大 那麼大 他們就按照那個圖一看 到了海灘 真的一個人頭 天啊 嚇死人 所有人都嚇死 就一個人頭在那邊 沒有身軀 當然他們把他後面 那個人頭帶回去 見識之後 怪了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好啦 當天這個死者張敬華老師 他的那個車子被 他男朋友使用的車子 被扣在大安分局地下室 好啦 我回到分局 行事主在二樓 車子停在地下三樓停車場 他們的專案小組的人 就要下班回家了 只要走下去之後 我看他用爬樓梯 整個人是爬上來的 他說我看到那個 那個張敬華老師的車子旁邊 好難喔 我就不敢下去啊 我就是死他一個 我就不敢下去 然後所有的人就下樓去看 你看那個怨念有多審 沒有囉 怨念啦 最後他們就把車子拆掉 東蔡之下發現了 對 就一滴血… 對 故事 先生來接著 我講完靈異的部分 這麼久才引言而已 我們都快要沒有心跳了 阿娜… 對 其實在他就是張老師的家裡面 浴室也發現有血 可是他清洗了 可是發現了很多地方有血 可是都在那個縫裡面 可是沒有辦法證明他被殺了 他死掉了 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我們機會之後到那個地方 其實也就沒有了 結果你看冥冥中就注定 對 因為我想說人不見了 我們合理的推論 是 他被丟了 對 結果後來查那天晚上 當然現在沒有像現在 那麼多的監視器 就查那個他手機的移位 發現手機的移動呢 發現是從張老師住的地方 上了建國南北路 上了高速公路 然後從七龍那個地方 下去北安繞了一角 半夜三點鐘他就幹嘛 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懷疑他可能去棄屍 結果棄屍要用到車子 後來輾轉就找到一部車 為什麼 因為那部車是他妹妹的 但是妹妹又講說 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哥哥在台灣用什麼 他說就用我的車子 你車在哪裡 車載就停在路邊 哥哥跑到大陸去了 他車子還給我 車在哪裡 車就在路邊 所以我們請車子 請他開到地下停車場 當然也有經過他的同意 一些法律的程序都完備之後 開始看這一部車 司機座底下有雪 司機座底下有雪 駕駛座底下 後座也有雪 最重要的是 後行李箱的雪是一個關鍵 你想我要掰一個理由 說司機座底下有雪 後座有雪 包括浴室有雪 剛剛憲哥你也講說精雪 受傷 有些可能對不對 皮膚骰這樣子 可以掰很多理由 也不會骰到後車下去 但是這個是有一點堅強 是… 可是手受傷來 在那邊叫 跳也有可能 可是後行李箱呢 而且我出庭作證 它是滴流 慢慢滴的 結果他怎麼樣去解釋 看血跡就看得出來 他慢慢滴 當然喔 所以我是這方面的專業 就學是滴的 不是抹的 不是倒的 就慢慢滴… 滲透進去 結果後來他從大陸 就是輾轉的警察妹妹 說沒事…警察要解案 所以有時候警察的話也要 這個不一定要 那大家相信 對啊 大家開玩笑 因為說回來…沒事了 我要解案了 結果他真的回來了 回來以後就一直關到現在 直接抓起來 關到現在 不是 我們就把案子整個移送了 所以這樣等於是 嫌犯沒有認罪是不是 他沒有認罪 可是問題法官說 那你後面的血你怎麼解釋 他後來只有一招說警察弄上去 那我心裡有數嘛 這不可能 這不是我們 因為我也找不到血怎麼栽的 他可能是犯了這個案 到最後已經水中服務 隨便亂抓了啦 這個男生的 結果現在是無頭公案 也找不出 也是還滿莫名的就對了 對 投屍體 死況慘烈 處理遺體全身諮詢 這個案子 當時在民權東路 我們的一個轄區裡面 有一名男子 這姓金 金姓男子 他在我們的轄區 他是經營一些那種 特種行業 特種行業 有一天他的家屬 來我們丹瑞報遺失蹤 也無從查起 因為那個時空背景 沒有行動電話 只有呼叫器 對… 但是我有印象中 這一個男子 他曾經帶過一個女生 他開了應召站 帶給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在民權東路 附近北路口被我抓過 被我抓過一次之後 我對那個女生印象很深刻 後來他報失蹤的時候 我就直覺就想說 先去問他的女朋友看看 因為我不曉得他是他女朋友 還是他老婆我不知道 我們當時只知道 他是坐在他同車 他有吸毒被我們逮到 我就是去到他的住處 在民權東路一個 那個大樓的一個住處 那個大樓旁邊還有一個 人壽公司很大 我自己跟我另外一個同事 兩個人 在樓下 因為以前的那個大樓樓下 沒有那個管理員 你看到他就是在睡覺 以前的管理員不會那麼認真 在那邊看你的 對…不然就是在看布袋型 然後那個錄影帶 可能一個月還不會動一次那種的 是… 你賺不到任何東西的 很少 對… 我們上去到了酒樓的時候 那是酒樓 他的門口的電鈴是壞的 是電鈴是壞的 沒有電鈴 我就再到樓下去 把那管理員搖起來 我搖起來之後 我就買了一包音給他 我說酒樓的電話幾號 趕快給我 給我之後我就拿了行動電話 假設酒樓他在這個門口 我走到旁邊的電梯那個樓梯口 打電話 我就講了幾句話 快走來 快走 我就掛掉了 掛掉之後 我就站在他門口旁邊等 30秒 很快 我在聽到裡面 很快 把門就打開了 他把門一打開那一剎那 他看到我 我看到 就看到我 他也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因為裡面暗默默 很暗 很暗我就把鐵門 我的手子槍就先掏出來了 我很緊張 怕裡面有沒有躲 人不知道 槍就先掏出來 我說你不要動 你不要衝動 你不要衝 我也緊張 我另外一個同事不見了 跑去哪裡抽菸不知道 只是他講說你先不要動 你就是聽我的講 你把門整個都打開 那是套房 整個打開之後左邊就是 大門打開左邊就是個廁所 廁所的燈開著 廁所旁邊是一張床 雙人床 雙人床旁邊有個開關 開關一打開之後 我就看到一張雙人床 前面一個小茶几 旁邊一個電視 有個衣� 我就很緊張 像他的眼神很害怕的樣子 對… 但是我當下覺得說他可能是吸毒 心裡想可能吸毒 但是又覺得怪怪的 又很怪 說不出來的怪 因為有聞到味道 屍體有三種 屍體有三種 第一種是新鮮的 比如說交通車禍 當場或者槍擊 或者是像刀棘刺殺這種 當場有血的 這個送到殯儀館或者是停車間 叫做新鮮的 要冷凍 第二種叫腐爛的 大約20天之後 開始有意味出來了 是 第三種叫白骨 蓋骨 對… 所以我們一般來處理屍體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我發現就是有個味道 但是那個味道不會講 可是我又找不到我另外的同事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可是我看到桌上 有一個男友的勞力士手錶 還有一副男生的眼鏡 我都直覺的怪 我說這誰的眼鏡 誰的手錶 他講不出來 有的 後來我同事一進來 通報我們的單位 說請其他的同仁來支援 其他的同仁到現場來支援的時候 我把衣櫃一打開看到一個毛毯 我看到毛毯很怪 直覺的怪 對 我說那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也不回答我 我就調皮 手去摸摸摸 濕濕 濕濕的 我就直覺怪了 手就是血 我就等殯葬葉子 因為現在殯葬葉都有兩個人 以前是一個人 一個人你警察 老的警察理你 他不理你的 很多警察不敢看死人 他看到死人 你可叫殯葬葉去拍照片 他也不願意去摸 都讓他們去做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菜鳥 你不碰不行 不抱也不行 我就進去 一個抱下面的那個毯子 我抱上面的毯子 一抱下來在那些沙拉 我看我的手背就是血 我就覺得不對了 放到地上 然後把那個膽子一打開 一個男生的背是趴著的 你看到他背是趴著的 可是他的頭是翻過來 眼睛在瞪著你 他從那個脖子這樣 割到後面上一層皮 十公分 就看到氣管和這個地方而已 但是他是跪…跪姿是趴著 當然就是後來查到這個女生 他有七個男朋友 其中之一 他其中一個男朋友是開怪手的 那時候基隆和在整治工程 他們隔一天本來要把那個屍體 運到基隆河去埋掉 剛好那天被我們發現 後來我那個學長 我那個前輩就跟我講 你要記得這一句話 他說這一個你看得到的 還有你搬得到的這些屍體 不是死人 不是死人 那是什麼 他說這個叫被害人 所以我聽到他講的 被害人那一剎那 那是我的老大叫侯友宜 他跟我講說 只要他死掉的 沒有家屬的 你趕快想盡辦法 通知到他家屬來領回去 只要是他是被人家其他的那種 太死的 趕快去把兇嫌找出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不會恐懼這個往生的人 改變了一個看法 對… 有道理 這個 新北市的市長口才還不錯呢 馬上給他兩個標誌 自焚自殺案件 竟然是兇殺案 來… 是誰的 高大哥… 這個案子我當時在 文山一分局刑事組 我們文山區當時有一個叫軍公路 那天一大早 一大早9點 我9點5分 就接到一個死亡的案件 先去處理那個死亡案件之後 下山回頭而已 馬上無限電路通報說 麻煩你再到貓空 那個產業道路 有人開車自焚 我到現場我跟我同事 天啊 好恐怖喔 兩天 一天有五六天也有 生理有得好 已經一貫子 所以到了那個產業道路的時候 從車子不能繼續要走路 走了大約十幾分鐘 我到現場看 牆壁一部越野車 就是那種休旅車 整部燒焦 燒焦的時候 他後車窗就看得到一個人 第一個聯想 這個可能是失憶 或者是情緒不好來這邊 引火自焚 我們就跟台北地檢署通報 有人自焚 儀式自焚 因為剩下一個骷髏而已嘛 那檢察官跟法醫 到現場來的時候 因為我在現場 我手套 戴著手套的時候 我跟殯葬業一個協助 要去把那個大體把它搬起來 它因為大約剩下差不多 六十幾公分 我就跟那個殯葬業者說 你要小心一點 這個大體它的大骨 可能會掉下來 整組 腳腿會大滾 結果一爆 那個大骨整個都垮下來了 剩下一個身體 還有一個頭 天啊 可是抱起來 我一抱起來那一殺 我就覺得 這樣就知道 他怎麼有手去點 手骨在後面 他兩隻手在後面 還有一個尼龍神反榜 剪座看到就說 這個變他殺了 他殺你要人事實低伍 第一個 這是什麼人 對 你這個人 你要把這個死者 先把身分找出來 所以從車上的引擎號碼查出來 是在三重的一個 某某的一個會長 一個青商位的一個會長 對 一聯絡到三重 她的太太那邊的時候 她的太太說 我的先生已經失蹤兩三天了 就是了… 對 然後知道人之後 同時她太太到現場驗室了 看到她那一部車子燒焦的 外型一看就知道是他們家的車 對 所以再來已經知道人往生了 但是要解剖 要查驗DNA 你不一定說一個死人就是這個車主 對 可能是別的人在那個車上 對 然後解剖之後發現第二個 因為解剖下去之後 他整個肺是黑色的 吸入大量的濃煙 代表他在燒的時候還活著 煙才吸著煙進去 如果你死亡之後 在燒的時候 他呼吸不到裡面 就像死後落水 生前落水 你活著的時候 落水會吸到肺部裡面一樣 對… 已經知道說 活的時候被燒死的時候 然後再來就開始查到通年紀錄 他的手機 找最後一通他跟誰聯絡 好 來… 最後一通聯絡的是凌晨的時間 那就把凌晨這一段 這幾天跟他聯絡的人 一個姓呂 一個呂姓兇嫌 再從這個手機號碼反追回去 再去推 再查到這個姓呂的年級資料 把他整個家族資料掉下來之後 發現姓呂的這一個 他的親姐姐 就是在這個死者公司上班 很快進去 有關係 有關係啦 姓呂的這個兇嫌 疑事兇嫌 他就常常去他姊姊的公司 找他姊姊聊天 進而認識這個老闆 所以常常會去打打小牌 打打小牌的時候 偶爾會跟他借個幾千塊幾萬塊 有一天他就打電話跟這個老闆講 我要還你錢 那還你錢請你順便請你吃個飯 他不宜有他 半夜的時候他開車到木柵區那個山上 貓公那個產業道路 他說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那一部車載了三個妹妹 要跟我們一起去吃 我那個朋友的車子故障 我們可不可以去接他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他把車門一拉開那一剎那 另外那個兇嫌 就整把的胡椒粉往這個老闆 臉上一潑 整個眼睛都是胡椒粉 後面那個人就直接把他勒著脖子 從駕駛座拉到後面去 拿了一把藍波刀就刺下去了 刺下去之後就開始 整個人先綁起來 他這只是為了一點點的小錢嗎 從他的身上拿到三張提款卡 領了18萬 18萬 然後為什麼 都把它做掉呢 因為他事先就預謀先到 我們木柵路有一個加油站 買了一把藍波刀 買了膠帶 這些鑽工具都事前 我們都有錄影帶都有釣到 再找出來犯罪嫌疑人 他的通電紀錄 找到另外一個兇嫌 所以是兩個兇手 而且還是小錢 對 小錢 你看這個 這也是為了錢 又是錢 錢真的是很恐怖的 來…這條 情侶 情侶爭吵擦槍走火 釀成命案 真相不單純 這可能跟錢跟情侶都有關係 是哪一位的故事 又是我們 很好聽 主任… 這個我辦的案子是裡面 我出庭 然後跟那個當事人對上了一個案 你還要出庭 所以不單純 是因為你也夾雜在裡面 不是喔 我是犯那個案子 結果他說我喊冤了 我是冤枉 我說 沒有 不是啦 法官找我去 法官找我去 了解一下 了解 這個來龍就這樣子 請問有一天就在瑞光路 內湖的瑞光路 有一次 幼稚園 有一天有一個人就來按電鈴 裡面有一百多個小孩子 幼稚園 是… 按電鈴 裡面人就覺得很可能幹嘛 有的人按得那麼急幹嘛 來聽說請問你找誰 叫黃老師給我出來 馬上叫黃老師給我出來 來者不散 可是黃老師心裡知道 因為他已經不接他的男友的電話 這是幾個月了 前男友 一定是前男友來的 是… 怕他衝進去 他踹門衝進去 裡面都是小孩子 是啊… 所以黃老師沒有辦法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 然後兩個就轉到那個 幼稚園的旁邊 所有的人 因為那個地方 各位知道瑞光路車水馬樓 鄰居就聽到兩個槍響 結果歹徒就很瀟灑的 就這樣子 小跑步走掉了 請問這個案子 要抓到那個兇手難不難 不難 不難 因為你按電鈴也有監視器 對 然後他講黃老師給我出來 一定是認識的 黃老師 從黃老師的交往關係等等 查到這個人不難 結果後來查到這個人 這個人知道警察要做 他要抓他 到處躲 睡公園睡哪裡 躲了一個禮拜 後來找一個律師 找一個律師要出面投案 後來一查這個人姓吳 叫吳敏成 結果這個人發現 他在十年前 就是當時這個案子破案的時候 十年前 也殺了他前女友 對 所以恐怖情人真的要很小心 你一個不行他殺了第二個 所以他有坐過牢出來了是不是 對 已經坐過牢 結果你知道嗎 殺一個人判多久 判八年 八年 關兩年九個月 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對啊 這樣台灣的法律 因為什麼 符合治首 這個案子他有治首 第二個 表現良好 對 第二個表現良好 第三個他有賠錢 等於又再犯同樣的案子 對啊 八年之後他又再殺了這個黃老師 結果那個律師說 我不幫你辯護了 之前我就覺得有一點違背良心 對 對不對 你殺了一個人兩年九個月出來 除非這是給Double的價格 也沒有啦 他沒有那種說 結果律師 是不是Double的價格 不行的 結果那律師 但是我陪你 你第一要面對 陪你出來投案 然後把投案 所以他是律師陪董出來投案 可是律師不幫他辯護 對 他就找另外一個人辯護 結果當然辯護他就承認 為什麼監視界拍到你等等 可是你知道嗎 重點在這裡 他講 是跟他拉扯之中不小心走火的 這差很多 對 故意殺人 過失殺人 過失殺人 或是過失致死 類似這個行者差很大 可是他帶了槍去 就已經有意圖要殺人了 對啊 可是殺人 但是我說我嚇嚇他 後來這個案子是我去的 相驗跟捷博我都看了 看了以後你知道嗎 他那個槍是從幽耳後 打到前頭頂沒有出去 因為那個乾筆手槍動能不夠 卡在那個前頭底上 解剖一看子彈就卡在 可是幽耳後 是後往前 第二個 因為他開了兩槍 一槍是可能是嚇他 可是第二槍可能氣不過來 就壓著他 第一個… 這個厲害了 李榮燕小姐 歌喉燃屍案 找不到證據成為宣案 宣案 在一個凌晨大約兩點多 在要去指南宮政治大學對面 是… 有個山區 那個路 那個山路 那邊有那個小社區 那個社區有個保全 到了凌晨 看到一團火球往他面前滾過來 滾過來 對 滾過來 那個保全 一個人 然後全身赤裸 然後保全就打電話 就通知當時文山一分局 還有通知消防隊 對 救護車來到現場之後 就把那名女子送到三軍總醫院 趕快急救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也不知道這個女生從哪裡來的 沒有任何 名字也不知道 醫生跟我們那個學長講說 她的喉嚨被割了一條15公分 兩笨 刮得像刮龜這樣 沒辦法開口 沒辦法說話 但是人是清醒的 他是活的 活的 還火燒成這樣 活的 對… 血有在流嗎 火已經燒掉 燒到整個都是粉絲 它是被人家潑氣油燒的 然後脖子被畫了一條15公分長 然後說不出話來 沒辦法講話 他就用拿一支筆寫 寫三個字 就寫總動員 總動員剛好是我們文山二的 轄區在新榮路 那邊有一家叫總動員KTV OK 那個時候我們總動員他跟KTV 剛好門口有一支監視錄影帶 就問裡面的負責人他說 這個女生坐計程車離開這個女生 跟誰來的 他就說這個女生是跟一個男子 他的熟客 帶那個女生去唱歌的 警方陸續第二個是在山區 找到那個女生的皮包 裡面有發 找到她的證件 就知道說這個女生是什麼人 什麼名字的 對… 他是在李榮苑的小姐 對… 然後第三天這個女生死掉了 完了 死掉之後說通知那個男生 你當時帶這個女孩子 後來對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沒有… 我們出來唱完歌就各自回家了 他要回公司去了 這個女生後來搭上一部計程車 那部計程車有拍到車號 就通知到那個計程車司機 找到 找到了 找到了 Bingo 可是計程車司機來了之後說 有啊 我有載到一個女生 她也坦誠不悔 對啊 但是我載她到山上去的時候 她說她心情不好 想要看夜景 我就送她下車了 我就回家了 計程車的說法說 她自己要在那邊找她朋友 我不知道啊 就放著就走了 可是我們後來查訪 第一個 這個女生 她是離婚的女性 家裡還有小孩 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到山上去看夜景 對 怪怪的 第二個 在經查 她同事所有的查訪知道說 她有跟公司回報說 她要回公司去了 所以她不可能中間要看夜景 不可能南北方向不同 跑到山上去看夜景 是… 然後最高度的懷疑就是計程車司機 對 當時我們對她也沒有任何的辦法 她計程車司機講了一句話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懷疑就是我做的 可是你們要把證據拿出來 我們沒有證據 完全沒有證據 給她看那個女生屍體 她也沒有不在意 沒反應 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子文這麼厲害 老師現在那個子… 現在子文是這二十年前來 幾十年前 很厲害 因為當時為什麼沒有通知我的老師 他們監視小組到現場 因為那個女生還沒死 不死的時候 案件還在查 還不知道是姓名 還不知道是被害人是什麼原因 你當時叫法醫的時候 還不是 所以後來等她死亡之後 兩個分局連合下來查之後 明明知道很有可能是 計程車司機所犯的案 可是就是沒有證據 到現在也沒有破案 沒破案 天啊 所以那個計程車司機 還有可能還在社會上走掉 現在已經過了追溯期了 也過了追溯期了 25年了 那個人要不出來認一認去 跟人家祭拜一下 天啊 要先過良心這一關 你人沒有抓去關 但是你良心過得去嗎 聽起來很恐怖耶 還有第二個 這個是女華僑分屍案件 兇手自作聰明卻摔了跟抖 這個案子其實是發生在去年的1月初 剛好元旦過後 古年各年 2020年了 元旦 好新喔 萬華分局辦這個案件的時候 有一個馬來西亞籍的女生 在台灣讀書讀了5年 5年畢業之後她就跟她的表哥 兩個族族族 然後那個王家那裡 萬華那邊套房 他跟他表哥一人住一間 這個女生在台北火車在那邊 一個拉麵店打工 同事就打電話跟他表哥說 你妹妹昨天還有上班 怎麼今天都不見了 側沒人 他哥哥就趕快去他剛才旁邊而已 就去找不到妹妹 打手機 有通 沒人接 可是做地毯室的搜查 警方在他們居住的對面的 也是套房 套房 就是一個公寓隔層四五間套房那種 他那個套房有一個姓林 叫林國平 這一個人 他去查訪這個人的時候 警方一進去聞到 很多鬆香水的味道 還疲到一點 蚊子水的味道 殺蟲劑的味道 當時現場查訪的警察之後 一個人 他就趕快回報偵察隊說 有這種狀況 這一個人怪怪的 第二天警方要回去的時候 這個人跑掉了 這樣就對了 跑掉了 一跑掉之後 警察就刊登他的照片出來 給全國媒體看 通報 在現場就是我們老師他們那一組人 現場在廁所裡面 找到大量的血跡 清洗過的血跡 還有現場那個浴室裡面 血跡清洗過是沒用的對不對 對 那個你們還是查得出來 血跡清洗過 我們可以用化學藥劑測試 在那個縫裡面還會有 會發現一整片都有血跡 然後如果現在的DNA都很厲害 只要從那個 一點點夾縫裡面的血 就可以驗出來 這位靈性男子就是林國平 他高度的涉嫌 但是已經人跑掉了 找不到人了 長不到人之後 就找那個女生的手機定位 結果這個林姓男子在鄉手 他自作聰明 他說把這個女子抬起之後 他把他手機就放在那個 果菜市場那個駝駝 那個卡車 那個夾縫中 讓他再走 駝駝來來回回嘛 今天要南宋 北宋這樣 他就讓這個女生 給警方誤判說這個女生在活著 還在坐車在南北走 可是好事不是 這台駝駝停五天 找那個司機來說 為什麼你停五天都沒說事 他說五天我們剛才有事 我都沒開車了 車子就停在那邊 就停在那邊 從夾縫中找到那個手機 另外從那個男生的監視器 找到一排出租的車輛 發現他說 從樓上頂樓搬了兩箱東西 從那個沿路就跌人 跌人的路一路走的時候 在11號就是去年 隔了幾天之後 找到一個像棍子 沒死去 沒兩隻手 沒兩隻腳的 就像一個人體這樣子 這個人被分屍了 切成五塊 已經知道這個男生的兇手是誰了 幾乎百分之百 篤定就是他做的事了 因為他有打電話到家裡 去跟他家裡的人說 我犯了案 我殺了人 我不想活了 有這樣子 結果有一個處處看多少 他剛好兩天沒在家 他說回到家的時候門被反鎖 就請了消防隊來破門 你破門這個兇手自殺在他家裡面 你打完 又掛了 那個房子變兇宅 變兇宅 你說完全不換 我們一般都是當事人嫌疑人 完全筆錄都做完蓋章了 可是他這個也是有破99% 然後有破完 但是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有發生這個分屍 來第三條 還有耶 你看這個型案和其多耶 好 來 過往科學技術不進步 不然家家戶戶查房困難 以前都要直接 這個案子我每次想到這個案子 我都心裡會有點糾結 有一個爸爸媽媽 他住三樓來報案說女兒沒回來 可是我們查訪沒辦法查 怎麼查 我們第一個沒監視器 第二個他左右鄰居他也不認識 一戶一戶去問 有的門都不幫你打開 不知道 不要問我 我不看 什麼也不知道 他第二天早上 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被發現 在頂樓 五樓頂 不是在戶外 頂樓間 已經在那邊往生了 同一棟他的家 他住三樓 在五樓的六樓上面往生 整棟問也問不到 他其實就算有看到 他也不跟你講 因為他不配合你的 他會覺得說 你警察通常都說 開床外面 我跟你說 突然他媽媽跟他爸爸就講 有啦 掌 我們門口一定有人在撈問 一定有人在撈問 他說今天妹妹給我們撈問 因為他爸爸說 不要忘記開門… 厲害喔 就是這樣 不要忘記開門 這個女生被跟蹤 以前那個公務 樓腳大門都壞的 樓腳樓的都大門都壞 那門都是那個紅色白桃的小班 對… 木門 那都沒所謂 對啦 防君子不防小人 對 可能被跟蹤 然後嘴巴被嗚住 他可能腳踢他的門 手撞他的門 可是爸爸媽媽就是聽到 就是不開門 被強制勒到頂樓上去 勒到頂樓上去把他性侵殺害 因為這個案子是後來很久 行事組他們有偵破 他是一個慣犯 他就是一個親入民宅的 還有尾隨婦女的 可是當時他在每一層 他都有踹鐵門 每一層都有踹鐵門 然後他就勒死 可能在頂樓就勒死掉了 大家沒有一個人開門 沒有人開門 這不能太冷漠 或暗夜的哭聲或什麼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很無助啦 我們也很無助 也沒有力量說 有多一條線索這樣 厲害… 來 我們阿神猜這裡有幾件 33年的經歷了唷 你看看 還有女童間殺命案 21年後才鎖定犯人 21年喔 對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南港成德國小 中午的時候 因為有人要送便當 甚至有的低年級的要放學 所以那時候很亂 歹徒就趁這個時候就混進去了 一個小六的弱彈 就把他半哄半騙說 我是學校老師 請你幫忙 我一個東西要採 就在那個禮堂那個地方 你來幫我 騙到那個禮堂 禮堂那個頂樓 因為他有那個樓梯嘛 那個頂樓的 就完全釋架無人 結果心情他的女孩子當然掙扎 一掙扎以後捂了捂 捂太久了 昏過去了 結果他想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勒死你 我就帶隊去了 因為通報嘛 我就去了 頂樓的地方就有掐的痕跡 然後最主要我們發現 有一些性侵過後擦拭的衛生期 擦拭的衛生期 那要21年後 對 結果當時DNA剛開始 誤差率還滿大的 就技術沒有那麼精準 是… 所以當時候我們也送 已經有DNA 我們送去比對 結果比對以後一直比不到人 結果比不到以後 其他你根本只有那個DNA 但是DNA又比不到人 然後其他哪一個人 因為家長那時候很亂 因為家長很多人都裡面 到底是誰幹的也不知道 對 然後也沒有指紋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案子就慢慢的 慢慢的被淡忘了 怎麼可能淡忘 因為沒轍 因為沒有辦法 證物一直比不到對象 21年之後 結果有一天他們南港分局 抓到一個人 那個隊長以前就是在我辦公室 一起看這個成的國小 這個女童的案子 所以地緣上的關係也是 對 地緣上的關係 他心想說這個人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是他 他有什麼特色 因為他有性侵的前科 他犯案也是 他犯案性侵的前科 懷疑是不是他 所以那時候因為21年 這個時候大家才要找證物 看當時的紀錄 結果一看 送警察大學 因為那時候警察的DNA 做的算是技術是最棒的 最好的 所以我們政府就請他幫忙做 我們就馬上送鑑定 因為那是21年後的DNA 就比較進步了 比較進步了 對 可是機會一比呢 不是抓到那一個人 大家又很洩氣啦 後來大家又想說糟糕了 又沒有了 這個胡亂要點了 以後又要熄掉了 是… 結果熄掉以後半年之後 我接到一通電話 怎麼樣 刑事局說比到了 天啊 我說怎麼會比到人 我說不是 上次我們那個嫌犯那個 就不是他 他說No… 是另外一個人 他作案的時候 他作案之前跟他哥哥 就送貨完以後就喝點小酒 就是那個喝了酒以後就壯膽 然後對 開始就找對象 結果你知道嗎 他作案完之後 就馬上離開南港 就搬到高雄去了 所以你南港怎麼找都找不到這個人 他搬到高雄 結果搬到高雄去之後 21年來 他忍耐著 一直沒有犯案 沒有建黨 因為你犯案就會建黨 你建黨以後 像以我來講 我就不可能有DNA的建黨對不對 DNA的建黨要法律規定的 有一些像性侵犯 殺人犯 槍炮彈藥等等 一般人不可能隨便抓來 阿咪老師有 他講是 那個看起來應該是有建黨 本來有 對啊 我也有 不過呢 那個人忍耐了21年 就算我們政務找到之後 重新建黨以後 那個人好時不時在高雄 齊金的地方 百夜市的地方 看到一個弱智的 女孩子他就把他壓到廁所 給人家性侵 又是從事故事 變態 21年忍耐了 21年沒有建黨 結果21年後 我們政務重新建黨以後 他就犯案了 犯案以後就被抓了 一比對 一比對 就是他 天理糟糟 結果還好那個政務放在景大 不然的話 政務一般我們驗完 驗不到人就會還給我 然後還給我 我們就會還給分局 南港分局地勢很低 淹水淹了三次 如果那個時候政務還給南港分局 這個政務就不在了 永遠破不了了 真的是天理糟糟 對 來 我們看下一條 每一個都好精采 這個在內湖 內湖羅斯命案 40以後才發現 在內湖也是我辦的 有一個女孩子 要去找她的男友 在那個加油站打工 打工以後 然後要去找她男友 已經半夜2點多了 結果女孩子在加油工下班之後 她就騎摩托車 騎到午後公園 摩托車已經停下來了 打電話給她男友 男友到了 你到了 就把樓下的店門 因為我們樓下那個就打開了 對… 我們公寓嘛 底下一按那就打開了 一直等… 等不到這個女孩子上 我的天啊 結果她以為這個女孩子 因為她男女朋友關係嘛 最近因為那個女孩子 懷疑那個男的劈腿 所以兩個有一點鬧口角 她說你這個… 你那個呼嚨我 知道吧 說要來找我 騙她的 所以她就不以為 她就睡覺了 第二天掃街的 結果就發現公園 有一個裸屍 一個女孩子裸屍 沉濕在一個車輛 車子的旁邊 就公園那個邊邊的地方 馬上通報 因為我也住那一湖 所以我很快我就趕到現場 發現她衣服全部被剝掉 頭部重擊 打到頭都破掉了 後來她的車子 就停在距離她的男友 50公尺而已 經過那個小公園就遇害了 所以大家想說覺得太奇怪了吧 怎麼那麼巧 然後那個男友第二天 8點鐘的時候她要上班 是 經過那個地方 因為已經警察來了嘛 報案了 然後很多人圍在那個地方 她也不看一眼 是不是昨天沒有來找她的女 因為女友已經告訴到我到了 她只是覺得奇怪 這麼多人也沒有靠近她 她也沒有去看一下 她就吃不關節就走了 後來人家查… 查她的這個女孩子的身分 查出來之後才找到那個男的 男的說 有啊 昨天晚上她跟我講說到了 為什麼沒有來 我以為她呼嚨我啊 但是那個男的警方就問她說 你最近有沒有跟她發生關係 男的說沒有 兩個禮拜都沒有在一起 兩個人有一點那個 對 結果我們踩她的下體 踩下她的那個 上面精液是那個男的 精液是她的那個男的 那個男朋友的 另外呢 胸部有一個咬痕 經過法醫 牙醫的那個法醫師鑑定 就是那個男的咬的 也是她 男朋友 而且咬得很深 因為我去鑑定的時候 我也去看 雖然我不是專業的法醫 可是她咬得滿深的 那個狠狠地咬 而且狠心 是 然後也有人聽到說 半夜的時候 有聽到男女吵架的聲音 請問如果一個女孩子 對一個陌生人要親愛妳 妳第一個動作怎麼樣 尖叫 沒有尖叫 怎麼會男女吵架的聲音 對 而且那麼半夜的公園 半夜 而且兩點多了 然後又有鄰居看到 有發現一個人在拖一個東西 那個人型態什麼的 很像那個男的 他又呼籠警察說兩個 兩個禮拜沒有跟他在一起 為什麼下體 踩到你的精益 咬痕又是心痕 所以後來他被判13年 可是後來他怎麼樣呢 他喊冤 他說不是我幹的 最妙的是 因為咬痕剛開始咬的時候 有那個齒痕嘛 相對也有口水嘛 結果後來口水我沒有採證 採證以後 在四年後 這個口水 DNA技術比較進步了 口水驗出來 不是那個男的 什麼啊 怎麼會這麼複雜 對啊 所以這個就很離奇 對 不是那個男的 後來法官說那不對 你這個咬痕 所以咬痕現在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咬痕做錯了 鑑定錯了 還是DNA鑑定錯了 但是這個男的他一直喊冤 他說不是我幹的 後來他承認說前兩天 我們有發生關係 他又改口了… 改口以後發生關係 跟殺人是兩碼事 後來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判 已經關 判是三年 已經關了 關了四年 馬上又把他放了 放了以後檢察官不符 這個案子現在還在訴訟之中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是咬痕做錯了還是DNA 還沒有答案的 來…每一件看起來都好可怕 再來這個相思命案 這個也是很恐怖 台灣第一起隨機殺人案凶險 判定為潛伏性思覺失調 不認識 而且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叫隨機殺人 隨機殺人 隨便 我一股怒氣 太可惡了 對 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是 我們國內隨機殺人 尤其思覺失調或是精神 等等有一些問題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滿大的 非常嚴重 第一件我看的就是 第一件發生隨機殺人 就是我看的 就在天武 嫌犯他就是做生意也做得不好 他是水電工 可是水電工投資又失利了 以為被騙了等等 心情不好就對了 對 心情不好 工作也不是很順利等等 後來他有時候就喜歡看漫畫 結果好像他誤解了 幻想 漫畫是都 漫畫裡面有時候都打打殺殺的 對不對 他說殺人以後 結果那個人就殺人以後 可以改運 他誤以為殺人可以改運 那真的是不說八道 很恐怖 結果他心想說 我如果到街上找了 找人殺 像鄭傑 街上找人殺 馬上就被抓了 但是殺了很多人 對 所以如果說街上找人殺 一定會被抓 是 所以你看他多聰明 他找那個豬網 就是網路那個豬網 豬房子的 豬房子 列了一系列的死亡名單 他準備一個一個殺 因為他說殺越多人 可以改 讓我的痛苦轉移到你身上 福氣 運勢就會到我這裡 他怎麼沒有想過會翻了又翻 真的可以去告這個漫畫 對 他誤解 其實漫畫也跳出來講 我們沒有這樣子 結果真的有一個死亡名單 好可怕 第一個打電話 沒用 第一個沒有講什麼話 沒空待看 所以就沒有了 一個一個打 第二個 對 第二個說房子租出去了 抱歉 第三個好像沒接 實者性檢是第四個 打到第四個 約好了就到德行東路看房子 房東帶房客看房子嘛 就介紹這個房子怎麼樣 附近的環境怎麼樣 結果他就從背包裡面拿出狼頭 大狼頭 往那個頭上一敲 然後那個房東說你幹嘛打我 知道了吧 結果後來他就露出那個胸痕 他的臉馬上又拿出一把 翻刀 翻刀 那個原住民用的那個翻刀 很大 結果就追殺他 那房東後來沒辦法就往浴室跑 沒有…投身之路 最後這個案子我去看 死在那個浴室那個血都淹起來 手上 身上幾十刀 那脖子幾乎被割斷了 我可怎麼那麼慘 結果在其他的地方 發現有滴流的血跡 表示兇手受傷了 我心想說這是我的機會 因為他殺人 殺人很容易受傷 是… 就在這個時候 然後又一個通報來 說什麼 說房東的家裡面也被殺了 為什麼 結果這個殺人的這個 他殺完之後拿出他的皮夾 那個房東的皮夾 看他住哪裡 身分證住哪裡 再去殺 再去殺 天啊 這個 結果他因為他第一次殺就受傷了 他先到星光醫院去 就醫包紮 包紮以後就打電話 到那個就找到那個地方 然後先打電話進去說 你先生要我到你們住的地方來簽約 然後那個房東太太說簽約 不是在現場就簽了嗎 他說他可能忘記拿什麼東西 所以你門打開 他說房東等一下就回來 我們要到你家裡簽約 房東太太不有他嘛 所以就把門打開 他就上去了 上去以後 房東太太還滿客氣的喔 喝杯茶等等 坐一下 他說你廁所借一下 出來就跟房東太太講 你廁所漏水 房東太太沒有 我廁所好好的怎麼會漏水 結果他一進到廁所的時候 他榔頭又拿出來 又對著太太 又打上去了 天啊 結果太太又叫了 幹嘛 你幹嘛打我 兒子在房間裡面 兒子聽到媽媽的呼救聲衝出來 結果這個時候刀子又拿出來 翻刀又拿出來又再砍 結果這個時候讓我最感動的 因為他剛好堵住 因為我們公寓 一般都只有一個進出口 就是往那個樓梯那個地方 前陽台就一個進出口 兇手就堵在那裡 結果兇手要靠近他們要殺的時候 媽媽真的很英勇 抱住那個兇手 叫兒子你趕快跑… 去求救 媽媽好味道 兒子真的媽媽就抱著那個兇 兇手當然繼續的殺媽媽 兒子就把他跑下去開始大叫 警察就來了 當然來了以後兇手就走掉了 已經跑掉了 結果你看人在座天在看 他回到家以後 他的哥哥就是那個兇手的哥哥 發現他手在流血 因為他早上去包紮之後 再去殺人 那個傷口又爆開了 結果爆開以後 他的哥哥就壓著他說 不行 你這個手一定要縫合 又把他壓回醫院再縫合 結果之後那個兒子就在旁邊急救 同一家醫院 就這麼巧 就在旁邊急救 然後他在旁邊縫合 結果這個案子怎麼樣被發現 有某一個水果日報的記者 很有靈敏度 職業的敏感 他一看說不對勁 這個人講話顛三倒四 身上又有一點血 那個手又傷在那個虎口的地方 然後他趨近一看 一看 他說早上 醫生說你早上不是才來嗎 怎麼下午又… 下午又爆開了 蘋果日報心想 應該很可能是兇手 剛好警察要來問這個案子 他馬上衝出去 然後那個兇手已經 已經統合完了 要離開了 警察馬… 那個記者馬上攔著警察說 你趕快抓住他 這個人有問題 所以就這樣子破案了 不然的話沒有破案 他繼續那個死亡名單還會再… 這個就是第一件 隨機殺人 結果有機會 他被帶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勘察完 他當場就被抓了 就帶回現場 檢察官要求帶回現場 做現場的模擬 結果有一個空檔時間我問他 你幹嘛把這個人殺了 又殺到他們家裡面去幹嘛 你到底什麼身手大怨 他們眼神看起來 就好像那個野獸一樣 一直瞪著我 他說我不知道 我耳朵有一股聲音 叫我要去殺人 我的剃笑啊 好啦 往後啦 來… 來到冰葬業者這邊了 這已經是沒有辦法挽回了 第一條…來…看看… 處理自殺大體育神秘事件的時候 發現是他殺不是自殺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接觸到 大體的這個工作 可是我從事冰葬業很久了 然後那時候就有跟一些 跑意外現場的冰葬業者 他們常常混在一起 然後他們常常在講說 他們每一次接案件 都很像抽鬼牌 因為每一次處理的案件 要嘛就是在淤泥下面 就是要把大體拖上來 要嘛就是接到那個頭骨 就是分離的那種屍體 然後有一次接到通報 我們剛好在一起 我們就說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然後他就說 妳敢去嗎 對啊 妳怎麼敢 對 每一個現場都不一樣 我說我想要去看 然後後來他就說 好 那妳跟我們去 然後到那裡的時候 在外面已經聞到那個濕臭味 以前還沒有接觸到大體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有在做修復 有在做遺體的這些處理 那時候還不敢就是進去 那時候就一直很想吐… 她就說那不然妳不要進去 我們進去就好 結果進去的時候 他們後來是跟我們講說 他們在裡面的狀況是 就是進去一個女生她上吊 她是用紅色的絲襪跟絲巾 然後上吊在很高的那個樑上面 然後濕水一直滴 天啊 他們也沒有穿任何防護裝備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一起搬 就是一個可能幫忙用那個絲巾 因為其實在傳統習俗來講 那個絲巾是不能隨便把它解開的 所以只能讓那個大體就是怎麼樣 把它用出來 天啊 對 然後後來就是一個 就等於在下面一個跌著椅子上去 要把大體抱下來 抱下來的時候下面那一個人 他沒有很用力在抱 等於上面那個大體 他就倒到那個上面這一個人 他的肩膀 結果他就突然哈了一口氣 大體 哈了一口氣 他嚇到 可是他不能把大體就是往下面丟 可是他哈了一口氣 然後他就一直嚇的時候 然後就說妳趕快來幫我 然後下面那一個人 他也突然就說 你聽到什麼嗎 他們說我聽到什麼什麼 快耶 然後他就說有人在喊 是到底嗎 不知道 然後最後他們搬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現場也有遺書 可是他們就很好奇 因為有一個人他有聽到說 救我… 他也想要知道說到底是什麼狀況 所以他就問現場還沒收隊的警察 你有看到遺書裡面什麼嗎 然後他說當然就不能講 就是然後後來他說透露一下 就大概感情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就以為說是真的就是自殺 然後是送回去之後 因為案件就是這樣 他們跑完意外之後 然後後面處理 他可能不一定是處理遺體的這個人 他辦案件的 但是就是好像隔一陣子 在就是他們跟我講說 你記得你上一次跟我們去跑意外的那個嗎 我說記得啊 怎麼了 他說那個不是自殺的耶 那個是他殺的 我說蛤 怎麼會這樣 怎麼殺出來 他說是男朋友 就是 故步一陣 對 故步一陣 然後把現場弄得很像自殺 然後其實是男生先把他勒死之後 然後把他吊上去 我說可是這麼高怎麼吊 他們說這…他們就不知道 但是後來就是其中一個人就說 難怪我那時候就一直聽到說 救我…這樣子 對 神秘事件 命難正常 來 第一條看一下 來… 第一條 這個案件是 算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凶殺案 所以我印象特別深刻 它是一個工人 他喝了酒 然後回家之後 和他的女朋友就開始起爭執 越吵越激烈 他就隨手拿起 以前那種我們扣在輪胎上 有一種機車大鎖 現在可能比較少見 對 那個很重 他敲沒幾下 那個女友的頭其實就已經變形了 然後很快就沒了氣息這樣 天啊 他可能不知道怎麼處理那個大體有沒有 他就把他女友的大體 拖到臥室的船墊上面 然後一樣就是半屍 甚至還睡在他旁邊這樣 對 然後過了好幾天 不久味道就跑出來了 他就還趕緊去買一些帶裝的冰塊 開冷氣 吹電風扇這樣 但是時間久了 那個惡臭還是不斷的飄出來 最後鄰居就開始聞到奇怪的味道 就開始在找那個味道的地方 來源 他有一天出門 可能是要去補充冰塊 買東西 就鄰居就 眼睛就瞥見他那個 室內好像有一點血跡 後來他們就覺得討論之後覺得 情況好像 不對勁… 對 不對勁 就報警 後來這個案件才被發現 對 這是我第一個去的兇殺案 以前大部分處理自然死亡 或者是情深的案件居多 所以我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找那種 是乾淨的地方這樣踩過去 可是我實在是找不到 到處都是血跡這樣 我就硬著頭皮就踩著血跡 到他那個臥室的地方 打開臥室的門 你就看到很多大頭頭的蒼蠅 就瞬間就是在你的面前 飛來飛去 已經都有蒼蠅了這些 對 然後往前一看 那個床墊就有一個 很清楚的人的形狀 所以他因為腐爛的時間 試水 對 還有血跡 就一個很明顯的血跡人形 天啊 你們都要處理啊 對 我們都要處理 其實我滿想挑戰阿扇斯 什麼…你要挑戰什麼 什麼 因為一般清潔通常 就是用一種 一般的我們拖把掃把的 那個一般的裝備 像我們有一些比較專業的設備 對 像是阿扇斯說 那個磁磚的縫 我們都是用高壓水槍去重洗 然後嫌犯不可能有高壓水槍 嫌犯沒空做這個事情吧 鑑定的部分嗎 我懂了 就是說他處理過 你再來驗驗看 因為我們… 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對 我來試 不可能啦 那個水管 那個水管會有啦 不可能 他不可能把這個水管拆掉 因為我們曾經就接到 有人來電就是 他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清理到見識人員 無法見識人員 那就不能去呢 不行啦 我們當然是拒絕 對啊… 要協助辦案不能協助犯案 犯案不行… 來 第二條我看看 第二條 他們這工作很特別 他靈異體質感應往生者 同事受不了崩潰大哭 對 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體質比較敏感 有一次到高雄一個案件 他就是早上到現場的時候 狀況還都很正常 到下午的時候精神就有點像 不專注 恍惚…這樣 之後的情況就更嚴重了 他就開始不斷的流淚 爸爸他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身體是不是不舒服 你先到樓下休息一下 他就下樓休息 休息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自己來電說 他狀況好了 可以回來繼續工作 對… 才一進到那個現場不到兩分鐘 他眼淚又開始狂飆 甚至就是崩潰開始大哭這樣 我爸爸一看就覺得 他好像毛毛的卡到陰之類的感覺 怪怪的 對 就趕緊就是叫他不要坐 我自己先坐高鐵 回去台北這樣 諸惡莫坐 對不對 天理昭昭 講真心話 有些還沒有破了 我告訴你 你過得了這一關 過不了良心這一關 是不是 今天謝謝幾位的一個分享 也讓我們真的知道好多事情 我們聽到全身起雞皮疙瘩 真的… 不管怎麼樣注意安全也很重要 但是這個半夜走路心不驚 是啦 不錯 多做好事 多說好話 好的 好不好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